4月16日凌晨 10名黑衣人到松山分局 扎回電腦 引發社會各界嘩然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三日晚间 又传出警察高层餐讯时 遭到不明人士 破蟑螂捣乱的宏密行为 破蟑螂造成店家 已经感觉到不舒服 有这种支扰店家的问题 已经构成社会资据维护法第 68条的规定 是可以除局役三日 或者是一万两千元的这个罚还 也可能构成刑法 305条的恐吓公众罪 那最后啊 这个蟑螂本身也是一种废弃物 所以当他去乱丢这个废弃物 还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问题 律师分析到餐厅破蟑螂 恐怕已经骚扰到现场的民众 甚至已经触犯废弃物清理法 设违法更有可能构成恐吓 可罚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构成工人侮辱 可处拘役以及九千元罚金 虽然破蟑螂处罚型度小 不过却是工人挑战警方公权力 首都的治安败坏 如同高潭市 我们现在是怎样 是住在高潭市吗 台北市什么时候变成是说会去破蟑螂 台南高雄台北 那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我认为已经到了内政部长徐国勇 应该要下台的这个程度了 国家公权力不容挑战 那也绝对不允许 黑道公然介入或者是 挑衅国家公权力 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 点名内政部长徐国勇 应该下台负责 光是今年三月以来 台北市就发生多起重大治安事件 三月十七日 有嫌犯到中山区酒店寻仇 丢职土质暴猎物 四月十六日又发生 松山分局黑衣人事件 以及北投分局 赵介佑心思问罪的事件 五月又发生警察聚会 被公然泼蟑螂 台北社会秩序 治安乱糟糟 警察必须拿出办法 才能还给市民一个安宁的环境 海运新闻江博卫 林志鹏林凯伦 台北报道 最后 写